我们如是到国学传统文化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有很多高深莫测的内容 尤其是像南怀金老师 像张之顺老师这样的伟人 他们所讲解的很多方法呀 都是最上层的方法 都是一些最高深的方法 都是一些最彻底的方法 对于一些细节 或者是一些不那么彻底的东西 他们是不大讲的 这是这位两位老师两位师傅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讲课的一个特点吧 这些最彻底的方法 比如说像南怀金老师讲佛家思想文化的时候 就经常提到所谓佛家的那个空 再比如张之顺老师在讲解道家实践文化的时候 所提到的那个 所提到的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越用呼吸离道越远 上面两个例子就是那种最上层的方法 也就是最彻底的方法 这些方法非常的好 非常的彻底 但是这些方法也并不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当然冤回这里并没有任何反对两位老师的意思 也并没有说这两位老师所教授的方法不好 而是我们自己学到了这个方法之后 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用到我们自己身上 驴头不对马嘴 它就不太适合 所以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要知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你如果用一把非常 用一把开大锁的钥匙 是开不了小锁的 它那个钥匙孔压根 你就捅不进去 这是需要注意的 有些人他是大修行人 他的思维思想非常的开火 智慧非常的高 别人一点丢 别人一点他就通了 甚至能够举一反三 一看到南怀金老师所讲的空 他就立马能够开悟 当下甚至就能解决所有 所有一切的问题 但是换作我们大部分 普通人却是不太行的 还有一些人 直接听了张志顺老师的 这个越用呼吸 离到越远的方法 然后打起座来 直接不呼不吸 立马就上路了 进展非常快 但是换作大部分人来说 他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 这就像是从西安到莫斯科 有些人直接坐飞机 就能很快的到达目的地 但是有些人呢 可能由于身体的联姻 或者其他一些原因 没有那么多财富 坐不了飞机 他就只能选择更为廉价 更为慢的这种火车 这种出行方式 走铁路从西安到莫斯科 这样的话 他就很可能会慢上一点 坐飞机固然好 飞得又快又方便 这就相当于南华金老师和张之顺老师 所讲解的那些非常透彻 非常彻底的那些最上层的那些方法 这些方法他又快又方便 但终究是有一些人是不适合的 那么怎么办呢 只能折中一点 选择一些比较慢 比较稳妥的方式 比如说坐火车 坐这个国际专利 先从西安走出国外 然后再进入俄罗斯的边境 然后再从俄罗斯 然后穿过这个大大大大草原 然后到莫斯科 中间是要经过很多这个火车站 经过很多站点的 现实生活当中啊 大部分人听到南华金老师所讲解的 这个佛家文化当中的这个空的道理 空的智慧 也许能够理解 但是他并不能立马当下就能做到 现实生活中 我们大部分人听到张志顺老师所讲 越用呼吸离到越远的这个 重要道家的这个观点和理论 但是我们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因为我们普通人 打起坐来 你离开了呼吸 他就在憋气 你憋久了身体就憋出了问题了 所以说 这就需要一些折中的方法 比如说佛家文化当中的六妙门啊 比如说十六特圣啊 把这个比较长的这个旅途啊 分成十六个步骤来 一步一步往前走 这是有这么一个差别的 所以说有些方法固然好 但他并不一定 他就适用所有人 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 你拿一把开大锁的钥匙 怎么能去开一把小锁呢 他这个钥匙 他就插不到那个小锁的那个孔里面 所以说具体的问题啊 需要具体的方法去解决 而不是一味的去那里 邯郸学部 鹦鹉学蛇 那是不太应该的 学习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要认清楚 我们自己处在一个什么状态 自己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当中 然后再采取我适合我们自己的 更加切合实际的方法 让我们自己前进 千万不能拔瞄住的 好了 我们这期的内容主要介绍了一些 生活实践当中的一些方法论的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引发大家的思考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些许的帮助 欢迎大家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关注园会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更新 我们下期内容再见 谢谢大家 我说你们学福 谁够对他学福 我就没有资格 我说学福你先念着福 释迦牟尼佛 谢称一个皇帝他不做 他不要打天下 谢称是太子 谢称当皇帝不干 他为什么 又没有恋爱失败 又没有四年的失败 又没有受什么刺激 他为什么要跳出去 干这个事 踢个光头 去做套饭的 做比丘了 福射大比丘 他出来发源 你捏走他的一生 他有八次灾难 释迦牟尼佛 有一次灾难 出来发源一天 没有人给他饭吃 悟到回去 过了五十 没人不吃 就我回去了 还有一次 碰到外道 不罗门叫 看不起福叫 给他马良 不是 换句话 出去发源 人家给他狗吃的东西 给他 他谢谢 带回来吃了 也吃了 给众生做福田嘛 你想他的行为 我们说得到吗 再说 他出家以后 这个里头 是个人 写着福 福的传记 很多好几本 英文的 中文的 有些说他十九岁出家 有些说他二十几岁出家 乱七八糟 这就是搞福了 你看了以后 根本就不要幸福了 不晓得搞些什么东西 出家 十九岁出家 因为有些呢 有些小城佛教不承认 出家以后 他的修行 十二年的修行 跟到外道 修古的经历 好像对他不光用 都拿掉了 他出家以后 撇除一切法 印度的波罗门 什么他都说 毁佑甲 都丢掉了 然后个人跑到雪山 苦生六年 我现在不讲他的传记 讲出来 比武侠小说脑子多了 然后最后 到菩提祖下 舞蹈 三十二 所以修福 我说我没有资格 我根本平民老百姓 说只被踢个光头 出来一件衣服 我修福了 还没有办法跟他修 内容 那也不划算 什么 年轻人 我继续 无应该 了 就是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